是去车轮前进做辟语 称为转法轮 世尊就是这样一生不断的转法轮 八十岁的世尊依然继续他的步骤之旅 途中世尊在肺蛇里生病 只有阿门还有几位弟子随势在旁 您可以坐起来吗 世尊 总算舒服点了 那太好了 老实说 我一时担心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因为世尊您其实未选出继承弟子来传秘典 所以我希望世尊您能够考虑一下 不知道世尊心里面是不是早已有了决定了 阿门 是 是 现在你还在期待我什么呢 我已经是设法说尽了一切的真理 如来之教是完全没有需要隐瞒的密点的 是 您说的是 是 其他的人也用心听 现在我已经老了 从现在开始 你们要以自己作为灯火 依靠自己 不依靠别人 要以法作为灯火 靠法不靠其他的 世尊后来走到了波婆地方 向打铁匠准驼说法 准驼非常的高兴 招待世尊一行人到家里 准驼供养的蘑菇料理 成了世尊最后病发的原因 世尊 请振作一下 我没事 去 去居施纳罗吧 都是我不好 请你原谅我 准驼啊 不要责备自己了 你对我的供养 跟过去苏陀家给我的奶粥 是一样的诚意的 世尊忍住剧痛 走到居施纳罗郊外时 世尊已经连走都走不动了 在那树间破个床 我想躺下 是 阿南 是 这么多年了 阿南 谢谢你一直在旁照顾我 世尊 阿南 不要哭 我过去不是经常告诉你们吧 不论是多么深爱的人 总有一天要分开 有生就有死 这是不变的道理 这是不变的道理 是呗 阿南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不要认为我死了 你就没有师父了 我说的法就是你们的师父 你们的灯火 我知道 世尊 万物永远在转移变化 希望人们 物放逸 琴修行 未经许 好好 世尊进入涅槃了 可是世尊的降法在后世遍及全世界 2500年后的现在依然活在我们的心中